植物界中有一种种子 两三个小时就会生根发芽 而它也培育了一味珍贵的药材 还有两种很特别的物质 对预防二次海木针很有帮助 还有降血压的作用 可以说是非常名贵的重要 常吃还可以延年益寿 既可以泡菜还可以泡酒 对男性女性都有延年益寿的作用 我们直接就嚼掉它 搭配三种不同食材 还能强化它的功效 搭配奶吃 通便不上身 对人体的气血也没有损伤 绝对少女性泛滥了 你看 有的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概是退休以后五十多岁吧 突然之间想不起来一件事情 想不起来一个人 有的时候说话有些结巴 就是语速也会变慢对吧 对 我也明显发现 我的语速和二十几岁相比 变慢了好多 这个你好像暴露年龄了 我现在六十几岁啊 对 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对吧 跟叶子阿姨这样一讨论 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记忆的关系 就是说话的时候大脑在思考 速度有变慢 我觉得我经常有时候会什么提笔忘字啊 就想到一个人好像很熟悉 一下子名字忘了或者怎么样 就有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 就觉得自己脑子瓦之类的 就会不会要补补脑之类的对吧 我是做财物的嘛 就是容易忘记要看一下再能反应过来 我知道小茶阿姨是属于做的是财物 所以在工作中一直用脑 对啊 你就会记性还蛮好的 对对对 一下停下来就反而记忆力 你就没那么好了 对对对对 其实我们的大脑确实是在慢慢的衰退中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如何建脑补脑好吗 今天我们应该请到的是 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 上海中医药大学的副教授孙力宏 孙老师 孙老师好 你好 孙力宏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全国高级营养保健师 对老年人来说 建脑一方面呢就是多训练自己的大脑 多记东西想东西 但是食补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很重要 那么今天呢我就带来一个食物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认识 它对缓解二儿子喊不证很有帮助 好 来看一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来让各位传阅一下 闻着还不错 东东马上美人一片 是打算立刻就嚼起来了 所以如果 如果孙老师说这个东西好 我们直接就嚼掉它 像什么人生切片 但是好像没这么粗的人生 闻一闻 是不是就有点像那个葛根 就也是一片片 但是颜色不一样 葛根是白的 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用中药有的是用它的地上的草 或者叶子或者金 有的是用它的快金部位 中药都要经过加工炮制的 一方面去除它的毒性 另一方面使它药效更好 所以经过炮制以后很多的中药看起来都差不多 对吧 都像这种片桩的或者块桩 有点黑色或褐色这样的颜色 所以黄区别不是很明显 但这个肯定不是葛根 好像是有点像 何首乌 何首乌 何首乌它有补血的作用 其实也有点普生 也有点雾发作用 但是我们今天带来这个物质呢 可以说是非常名贵的中药 还很名贵 非常非常的名贵 这很贵啊 对 它和人参和鹿融并称为我们国家的三大补药 和人参 鹿融并称为三大补药 对 我到那个绿蒙出差的时候 他们送给我过来 是什么 叫肉从容 肉从容 对 那当时当地的人是怎么跟你说这个东西的 他们就是送给我 叫我泡酒 泡茶都可以 男童子吃的又比较好一点 对身体好 那就补肾 补肾 确实是肉从容 中医相说应该就是顾肾的 对 那么肉从容是我们国家非常名贵的 也是药食粮药的食材 一般生长在 就像我们这个叔叔说的 在新疆啊 内蒙一带 在那种沙地 对 戈壁滩那边生长得比较多 所以它也有沙漠人参之美称 那么它在我们国家 有两千多年的应用历史 所以它中医上来讲 确实有补肾羊 一斤血 还有一个就是润肠通便的作用 适合于男性 对对对 来来来 我们上交了 来来 你拿好 那叔叔你也 我们俩 肉葱绒产于沙漠 在我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使用历史 也是中国九大仙草之一 历史上就被西域各国 作为上贡朝廷的真品 如此珍贵的钥匙两用之品 难道真的 仅仅像现场两位男同学认为的那样 只适合男性吃吗 我们来听听孙老师怎么说吧 它特别适合于老人 其实对男性女性都有很好的作用 所以对于我们老年的朋友来说 应该是男女皆宜的 对对对 所以有延年易瘦的作用 同时它也有补脑的作用 这个得益于它里面所含有的很多的成分 还有两种很特别的物质 一个就是我们说的麦角栽肝和松果菊肝 这两种物质 这两种物质它能够有补脑的作用 所以提高激励 对预防二次海默症是有帮助的 究竟肉葱绒和什么食材搭配 能够发挥强大的功效呢 孙老师今天也为我们带来了三种不同的食材 据说用它们来搭配食疗 能够起到三种不同的保健功效呢 跟着节目一起来看吧 来揭秘一下第一款是什么 我们看第一款搭配的材料 很常见的哦 这个大家应该认识 枸杞子 其实枸杞子大家可能用的比较多的 要么是泡茶 要么就是煮汤喝 相对来讲的话 泡茶比它的煮汤我觉得还好一点 为什么 煮汤的话温度太高 你们的维生素会破坏比较多一点 所以跟肉丛容在一起的话 泡茶 它对这个促进神经细胞的生长 包括保护脑神经细胞 以及减缓神经细胞的衰老 包括抑制神经细胞的死亡 都有很好的作用 请问一下 就是夏天吃肉丛容会不会上火 因为它很鼓嘛 对对对 很多比较滋补的中药材 都是温性热性的 会上火 对可能很多人有这样的疑惑 但是我们说这就是肉丛容的最大的一个优点之一 它补而不俊 补而不燥 所以即使夏天天天特别炎热 包括可能你有体内有点内热的话 那么吃肉丛丛都不会出现上火的表现 不像我们前面讲的另外一个补药 鹿绒 鹿绒它的内热比较重 所以说夏天吃这个鹿绒的话 火气会比较大 这两者搭配在一起的话 它随意补而不造是非常好的 宗老师你光说没用的 要喝了对吧 对就是我们先尝尝对吧 好我们这样一边来尝一尝 一边来看一看 我们要放多少枸杞 多少肉丛容 喝上这么一杯 比较恰当和合适 枸杞是口感很好的 但我刚刚闻了一下这个肉丛容 我觉得蛮香的 对没有什么怪味 是吧 很好吃 那我们孙老师像泡这样一杯 我们里面大概要放多少枸杞 多少肉丛容 大约枸杞一般泡 就是大约是六到九克左右 肉丛容大约也是这个十克左右的量 这样茶如果经常喝的话 对预防二次寒木症是有帮助的 二次寒木症其实发病率也是越来越高 那么其实我们说呢 像这个肉丛容 它里面提取的有效成分 做成了一些营养的补充剂 或者营养品的话 它能够具有这个神经保护剂 这样的一个作用 那孙老师像这个肉丛容 它有没有产地之分 我们挑的时候要怎么挑呢 其实肉丛容在 一般在我们国家的新疆 内蒙一带比较多 甘肃一带也有草量的肉丛容的生长 那么我今天就带来了两种不同的 这个肉丛容的这个品种 品质也不一样 大家看一下 它们有没有什么比较大的区别 来 东东去 赶紧要挑好的是吧 哪个好 你觉得哪个好 我反正都带走 这两个都是肉丛容吗 这两个应该算是肉丛容的 不同的品种 肉丛容还分很多种 你让阿强叔叔看看好不好 来 人家以前 阿强叔叔你看一下 哪个是你内蒙买到的 就是野生的那个 野生的 我们当时好像给我们几次庆祝 是 是这种的 就是 实际上这种好 肯定是内蒙阿拉扇的好 内蒙的阿拉扇的肉丛容是好的 是不是 阿强叔叔看下来就觉得好像这个质地没有这么紧密的 好像它有点裂缝在中间的 看起来挺干巴的这种 是比较好 你觉得呢 我觉得总共是壮实一点的好了 大的好 密度大嘛 说明它有效成分多呀 哦 又大又黑 对啊 的 比较好 前面我们嘉宾列上去以后 这两盘肉丛容的话 它们在质地上是不是有差别 嗯 有一个稍软一点 有一个稍硬一点 我们看这个啊 这个是不是比这个 大家看刚刚列的是不是要软一点 这个比较硬 从品质来讲 软一点的比这个硬一点的好 这个颜色来讲 总体比这个要少要生一点 而且我们看啊 这两个肉丛容的话 它们上面的这个点还是有不一样的 这个上面有不同的什么 大家看 各种不同的这个黄点的上面 这个呢就相对就 几乎就没有看到什么 所以这个品质会比这个要好 其实在新疆内蒙一代呢 肉丛容是 是我们给大家主要的产地 那么肉丛容呢 从品质来讲 有一个叫管花肉丛容 还有就是比较好的叫 正正二八斤的叫肉丛容 如果说好的品质肉丛容的话 那么它的产量是很低的 生长很慢 产量低 但因此它的价格就非常非常高 就像虫草和虫草花 不一样 有点类似这样 那么像那个管花肉丛容的话 那么它的生长比较快 产量就比较高 当然现在因为这个好的肉丛容 它的这个资源非常少 可能市面上很多都是以管花肉丛容 相对会比较多一些 而且现在更多的 可能也是人工栽培的会比较多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揭秘 孙老师推荐的第二种肉丛容的搭配方法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看第二个和我们肉丛容搭配的 药材食材是什么呢 请我们的孙老师来揭晓 这个第二个搭配的食材呢 出来的整体的功效也是老年人非常喜欢的 因为有降血脂的作用 降血脂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 这个呀 到了夏天 有很多老人给小朋友塞个枕头 也很好 对不对 这就不用给我看了 泡茶 绝冥子呀 这大麦茶呀 这个知道的 绝冥子 生活中很多老年人 直接是会拿绝冥子来泡茶喝的 那它和这个肉丛容搭配在一起 又可以达到什么效果呢 其实肉丛容我们说既可以泡茶 也可以泡酒 因为绝冥子它本身泡茶相反讲比较多一点 所以我们也是跟肉丛容一起泡茶来 因为绝冥子它本身有降火 清火 还有通便 降血脂 还有降血压的作用 所以夏天是非常适合的 肉丛容绝冥子泡茶 每次只需取两片肉丛容块和10克左右的绝冥子 然后加热水冲泡 大约三分钟后就可以饮用了 非常适合需要降血压的同学哦 另外我们说呢 肉丛容本身有硬的降血脂的作用 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像用肉丛容和这个 基因子和三杂搭配也是非常好 具有很好的降血脂作用的 但我想问一个问题 就像比如说一次这个煮水啊 刚才说过大概10克左右对吧 那这个一片左右能够喝多久 这一般我们像我爷爷他喝都 都比方喝一块的话 他可能要弄一个下午就喝完 然后可能再嚼掉 是不是要这么吃呢 它也属于药师两样的食材 那么如果说我们用这个 比方说这一块肉丛容 其实它价格还是算是比较名贵的 一个种药材 起码能喝一天 如果说今天早上泡了 起码可以蓄水 蓄个四五次 那么第二天还可以再喝 所以这个它的我们尽量要用它的 发挥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懂吧 也是可以入菜去吃的 还可以入菜 与海鱼搭配有很好的降血脂作用 入菜怎么做呢 如果说你要作为菜肴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搭配海鱼来吃 作为菜肴 因为海鱼本身 它里面含有很多降血脂成分 比方说有两种成分 一个叫DHA 一个叫EPA 我想很多老年朋友是知道 这两种成分的 在海鱼的鱼体和鱼体的干油里面 含量会比较多 这两种成分是陆地上的植物体内含量很少的 它也很好的降血脂作用 而且能够减少血酸在血管的积聚 对预防新老血管疾病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说用肉丛容跟海鱼搭配做的菜肴来讲的话 我觉得对老年降血脂是很有帮助 好 那其实肉丛容也是入菜的一个好食材 具体要怎么烧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其实我们都知道 肉丛容它主要的食用方法 泡药酒还有泡茶盒 但是我们说药熟同源 其实它也能够放到食材里面去做成一道美味佳肴 胡大厨今天要教我们的这道料理是肉丛容糟溜鱼片 首先将清洗干净的肉丛容放入锅中煮水 因为我们要用肉丛容的汁水来烧糟溜鱼片 今天选用的海鱼品种是大黄鱼 首先将黄鱼去骨切片 随后就是腌制黄鱼肉了 加入一勺拌的葱姜汁 一勺料酒 一勺糟卤汁 随后用手搅拌均匀 搅拌的同时倒入鸡蛋清 鸡蛋清能使鱼肉口感更嫩滑 然后我们拿上一条更半左右 绿豆生粉它比较细腻 让鱼肉更鲜美的另一个妙招 就是撒上一层明油 然后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 据说这样能有效隔绝空气 从而使鱼肉更入味 现在我们的黄鱼片已经进入冰箱了 那么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遭流鱼片的汁水怎么兑 我们现在再来兑料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空碗 专门调配糟流汁 一勺半的白糖 三分之一勺的食盐 满满一勺蚝油汁 满满一勺的料酒 以及满满一勺的糟卤汁 随后倒入我们 事先煮好的肉葱绒水 混入调料中搅拌均匀 泡好的肉葱绒 我们也可以继续拿它泡水喝 这样也不会浪费哦 把火温调到最小 鱼片下去 皮朝下啊 等鱼肉泛白 我们就可以把它捞出油锅了 接下来的关键步骤就是勾芡遭流汁了 我教大家一个呢 去简便啊 又不会有偏差的办法 少油 把我们调好的汁水放进去 慢慢的注入这个芡汁 把鱼片滑入 放上黑木耳 这个时候 这个芡汁就是溜芡了 最后再淋上一层凝油 我们的这道肉葱绒遭流鱼片 就大功告成了 好 那还有第三道食材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看一下啊 哦 为什么会是紫薯呢 那么其实紫薯跟红薯一样 都有很好的通便作用 因为它里面散热线维含量非常丰富 肉葱绒本身我们讲它的 中医作用的时候也讲到 它能够润肠通便 所以记住了它是润肠通便 所以说我们说这个紫薯和这个 肉葱绒做成的这个紫薯 肉葱绒粥的话 它的作用叫通便不伤生 肉葱绒有很好的通便作用 它能够增加肠率的渗透压 减少水分的吸收 所以使大便变得软 变得比较烂 而且能促进胃肠的蠕动 有通便作用 防止便秘 所以特别适合于老年人 不是 刚才你这个肉葱绒 烧鱼我们看到了 你现在又说这个配紫薯可以润肠通便 只看到吃不到很难受的 又要吃了是不是 对对对 放在一起吃有什么感觉呢 今天我们再来试一下 东东你快尝一尝 我很好奇 这个粥绝对少女粥泛滥你看 这是个粥 粉子粥 那里面有那个肉葱绒吗 有 就是这个粉色的应该是紫薯和这个 大概米合在一块 但是这有一小块小块的应该就是肉葱 这个肉葱绒就是给它掰小了 切碎了 放在里面烧的是不是 对 把它进去泡一下 跟那个紫薯啊 跟米一起种 尝一下 甜甜的 就是紫薯粥的味道是吗 对 而且它有紫薯的清香 也有一点点肉葱绒的味道 一扎一感觉怎么样 口感糯糯的 很好吃 很好吃的是 很适合夏天吃的 对 非常好吃 我回家马上就去做 而且觉得做起来也挺简单的 对 很方便 这么大口 你蛮需要通通便的 其实老年便秘的发病率是很高的 那么这个便秘的时候呢 可能有的人会用那个大黄 用范西叶 临时把它缓解一下 那这个呢 因为它通便力是会卸下药了 卸力非常强 所以有些老年会出现就是 损伤身体嘛 但是我们说肉葱绒就不一样 它是润藏通便 对人体的气血没有损伤 所以尤其适合于老年那种 气血虚弱引起的便秘 总而言之它就是通便不伤身 对 如果你年轻力壮的 然后大便不通畅 你吃一点 有一点容易让你卸一卸的 也无妨 对 年轻的便秘可能更多是像东东这样 吃的比较多 对吧 肉实体吃的比较多 那么 鸡食 鸡食 肉毒比较盛出现的热毒性的便秘 那吃这个可能呢 效果就不是非常非常明显 那时候要用轻的解毒的 或者其他的一些说麻肉丸之类的 能起到一个通便的作用 那我还有个问题 就今天听下来就发现这是个好东西 对吧 对这么好的东西 就有没有人是要小心服用的 就不能多吃的 不适合的人群有没有呢 肯定是有的 任何一个食物都不是适合所有人的 因为它是有温养的作用 肯定适合那种偏羊虚的一些老年人 对于有些比方说有口臭的 有内活比较重口腔溃疡 或者目次肿痛的 或者高血压 内活特别偏胜的 肝羊伤害引起头痛的人群来讲 或者说热毒引起的便秘 这类人群来讲的话 那么肉丸就要少吃甚至不吃 好的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呢 我们又了解到了一样非常适合 我们老年人的好食材好药材 就是肉丛容 那今天孙老师也告诉我们 各种各样搭配的方法 达到不一样的效果 下期再见咯拜拜 植物界中有一种种子 两三个小时就会生根发芽 而它也培育了一味珍贵的药材 还有两种很特别的物质 对预防二次肝木症很有帮助 还有降血压的作用 可以说是非常名贵的重要 常吃还可以延年益寿 既可以泡菜还可以泡酒 对男性女性都有延年益寿的作用 我们直接就嚼掉它 搭配三种不同食材 还能强化它的功效 搭配 来吃了它通便不伤身 对人体的气血没有损伤 绝对少女性泛滥你看 按责